我們講到宗教暴力 大多人聯想到的都是伊斯蘭教的恐怖份子 然而緬甸竟然有佛教的恐怖份子 迫害的對象還是穆斯林 這其中的關鍵就是緬甸的羅辛亞人 到底是這群防彈武僧大騎小 還是穆斯林太過分,讓佛也發火呢? 我們今天將從歷史中解開這個謎團 緬甸是一個佛教國家 高達九成的國民信仰佛教 我們印象中的佛教徒都非常Peace 佛教就是和平、慈悲、平等的象徵 歷史上許多宗教因為排他 會與其他宗教大打出手 像是穆斯林會發動聖戰 慈君發起慈君東征 而佛教就是非常佛系 佛系傳教的結果就是信徒越來越少 甚至連發源地印度都是印度教的大本營了 現在的佛教啊 主要集中在東南亞的泰國緬甸這一帶 但為什麼溫和的佛教徒會如此痛恨羅辛亞人呢? 我們得從羅辛亞人的根據地羅開幫講起 羅開幫是緬甸西南部一個靠海的幫 與孟加拉接壤 佛教徒佔了63% 穆斯林則佔了35% 是全緬甸穆斯林比例最高的區域 羅開幫古稱阿拉甘 生活在這裡的人稱為阿拉甘人 他們信仰佛教 也被認為是羅開幫的原住民 而羅辛亞人主要是由孟加拉移民的後裔所組成 信奉的是伊斯蘭教 但並非在洛開幫的穆斯林都是羅辛亞人 像是洛開幫還有另一隻穆斯林族群卡曼人 不過卡曼人是被緬甸政府認可的洛開幫原住民 享有合法的身份 可見宗教並不是羅辛亞人被排斥的原因 緬甸其他地區也有穆斯林呢? 甚至緬甸最大的穆斯林族群還是緬人之己 既然不是宗教的原因 那就得先知道羅辛亞人從哪裡來 例如一樣是穆斯林的卡曼人 他們的祖先就是來自波斯與阿富汗的僱傭兵 而羅辛亞人的起源有兩種說法 第一種是來自羅辛亞人的自己的主張 他們認為八世紀左右 來自阿拉伯商人來到洛開 而羅辛亞人就是這群阿拉伯商人的後裔 自然羅辛亞人也算是洛開的原住民了 甚至比合法的卡曼人還來得要早 不過這種說法基本上只有羅辛亞人自己相信 絕大部分緬甸人都認為羅辛亞人不是緬甸人 而是孟加拉人 是英國殖民者帶來的外來人種 而且是帝國殖民主義的幫兇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那我們得從英國人並吞緬甸說起 1826年第一次英緬戰爭後 英國人並吞了洛開邦還有丹娜沙林 並於第三次英緬戰爭把整個緬甸吃了 緬甸也成為了英屬印度的一員 之後為了榨取資源與增加緬甸的勞動力 英國大量已進 隔壁印度與孟加拉的移民 遷移到當時人口少且肥沃的阿拉甘山谷 從事農業活動 當時的孟加拉與阿拉甘 都屬於英屬印度的孟加拉管轄區 所以兩者之間並沒有國界 各地區的移民也都沒有任何限制 也因為阿拉甘地區的生活條件較好 是當時世界上主要的稻米出口區 所以19世紀初 吸引了一大堆孟加拉人 前往阿拉甘地區打工度假 英國稱呼他們為極大港人 因為孟加拉最大的城市和港口極大港 非常的靠近緬甸 這一大群穆斯林勞工 雖然促進了阿拉甘地區的發展 但也因為大規模的移民 與當地居民產生了矛盾 來自孟加拉的穆斯林 與當地的佛教徒開始互相仇恨 也因為孟加拉人比較早受到英國人的統治 所以英國人比較信任他們 對於佛教徒的評價並不好 例如英國先是把阿拉甘的一些土地 交給來自孟加拉的移民 但這群穆斯林小地主 沒有僱用原先的佛教徒農民 反而是壓迫他們 把他們趕出當地 然後再大量僱用孟加拉人 這種差別待遇下 導致兩族群在1838年爆發了流血衝突 不過至少都還是英國人的統治下 兩大族群的衝突並沒有擴大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日本把勢力擴張到東南亞 準備進攻緬甸與印度 這時日本人打著大東亞共同村的旗號 向緬人與阿拉甘人提供武器 北搖碎幫助他們趕走英國人 建立起緬甸人的緬甸 得到了緬甸人的支持 1942年1月 日軍攻入緬甸 英國人撤離洛開幫撤往印度 加利以美大人下 洛開的穆斯林與佛教徒 爆發了大規模衝突 三個月後 佔領緬甸的日軍 加利部就攻佔英屬引渡 於是英國人在洛開的北部建立緩衝區 並武裝設立的穆斯林 以阻止日本人與洛開佛教徒的進攻 這群穆斯林就叫做孟加拉V支隊 最初V支隊被設定為敵侯部隊 如果日軍真的入侵印度 那麼V支隊將可以透過伏擊 還有破壞日軍的通訊來達成戰果 在日本人佔領緬甸期間 身為衝突第一線的洛開 社會秩序徹底崩潰 親英國的穆斯林與親日本的佛教徒 在辛仇救援的拉扯下 產生了嚴重的對立 隨著日軍進入洛開幫 有靠山的佛教徒殘忍的對待穆斯林 成千上萬的穆斯林 又討回了孟加拉或洛開北部 而作為暴復 在英國的控制區 也有佛教徒被屠殺 導致許多佛教徒逃往洛開南部 到了1914年 日本人真的進攻了印度 V支隊這時也派上了用場 但缺乏的裝備下 V支隊其實無法為英軍帶來什麼貢獻 效果並不好 尤其日本人在硬帕戰役中慘敗 開始撤軍後 V支隊也改變了攻擊對象 在洛開地區摧毀了大量的佛教寺院 塔樓還有村莊 上萬佛教徒被殺害 導致大量的緬甸人對V支隊相當怨恨 而V支隊的後裔 就是今天的羅興亞人 二戰結束後 緬甸國父翁山將軍 曾想辦法平息各民族間的爭奮 但不久就被暗殺了 1916年 若開邦的羅興亞領導人 會見了巴基斯坦的國父曾娜 如果日後巴基斯坦重新除淫度脫離出來時 能看在都是穆斯林的份上 帶著他們一起走 並把洛開邦的冒奪和布地洞兩個城市 並入東巴基斯坦 也就是孟加拉 結果被曾娜拒絕 說她不能干涉緬甸內政 殘召曾娜發卡的羅興亞人 又直接跟新成立的緬甸政府提議 你看我們穆斯林跟你們佛教徒格格不入 乾脆把這兩個穆斯林城鎮 送給孟加拉如何 結果又被新政府打槍 連被發兩次好人卡後 羅興亞人變成了恐怖情人 在當地成立了聖戰組織 誓言一定要從緬甸分離出去 1947年印巴分治 英屬印度解替 分裂成印度與巴基斯坦自治領 後則包含了今天的巴基斯坦與孟加拉 結果導致了孟加拉的經濟崩潰 更多的孟加拉難民湧入了洛開邦 緬甸人的羅興亞人就越來越多了 接著1948年緬甸獨立 羅興亞人發起了聖戰 許多無辜的洛開人再度流離思索 經過幾年的交戰 緬甸政府在優勢火力下取得了勝利 但當地的衝突仍然不斷發生 羅興亞人的聖戰組織 目標是建立一個穆斯林的羅興亞國家 捍衛羅興亞人的權利 緬甸官方則是想把羅興亞人趕為孟加拉 但孟加拉自己都自身難報了 也拒絕了緬甸的遣犯 而一樣是穆斯林國家的印尼馬來西亞 也拒絕收羅興亞難民 至今羅興亞人不但是國際人求 在緬甸國內也飽受各種歧視 包含升學、工作和遷徙等 從緬甸自身的歷史來看 緬甸人完全有恨羅興亞人的理由 否也是會發火的 西方的觀點則認為 緬甸政府應該包容這些五國界人求 建立一個多元文化的國家 但文化多元也要在互相認同的情況下 太過不切實際的理想 只會導致更多的災難 強災的瓜不甜 大家也能夠深刻體會吧 下一期要講的是家裡破裂之戰 歐洲病夫、土耳其打破英法聯軍 不過在一戰以前 土耳其是和英國同盟的 怎麼會反目成仇 跑去了德國交好呢? 之前這個英國還幫土耳其打贏過 克里米亞戰爭 胖揍了俄羅斯一頓 這一切我們可以追溯到 拜登帝帝國面王 從惡土交惡說起 還有歐洲病夫到底怎麼打贏英法聯軍的 我們下期見 哈囉大家好我們來補充一下影片外的知識 好久沒來補充了 那除了緬甸外哪裡還有佛教恐怖份子 那就是泰國南部 泰國南部騷亂從2004年到今天 仍沒有結束喔 至今有7000多人死亡 超過1萬多人受傷 那泰國南部的三個府啊 北大年府、惹拉府還有陶公府 都居住了大量的穆斯林 是一個民族關係複雜的區域 經常發生騷亂和襲擊事件 這三個地方為什麼這麼亂呢? 因為它靠近馬來西亞 西亞有伊斯蘭教的馬來人高達九成 和泰國其他地方都是佛教徒的區域不同 那這三個府啊 本來是北大年蘇丹國領土 但是在1785年被先羅王國征服後 這200多年間都是泰國所掌握的 馬來的穆斯林分離主義就沒有停止過 泰國政府為了就近監管這些穆斯林分離主義 長期對泰南三府進行軍事管制 就類似我們台灣以前的戒嚴這樣子 那長期以來呢 當地的馬來民族都被當成二等公民 埋下了民族與宗教的不定時炸彈 那直到了2004年呢 民族的矛盾終於激化 把黨炸了開來 200多年來泰國是不斷想要泰化這群人 但是都沒有成功 因為泰國發展重南清北 資源分布不平均下 造成泰國南部貧窮率遠高於泰國其他地方 而且佛教徒的家庭啊 往往比穆斯林更加的富裕 為什麼呢 因為教育程度可以左右 這個人有不有錢 那穆斯林的教育程度就是比較低 因為公立學校只願意教授泰語課程 而當地的穆斯林使用的是馬來語 那我欸 他講這個泰語我聽不懂怎麼辦呢 所以教育程度就越來越低下 我考試不會寫啊 都說泰文了 考試我怎麼看得懂 那這個教育程度低下呢 導致 穆斯林以後就業就非常困難 貧窮就會帶來這個騷亂 使得這裡一直很不平靜 這是一個惡性的循環 那泰國南部的伊斯蘭教分離主義組織 就不斷地從國外的恐怖組織手上 得到資金還有武器的資源 並接受戰術的訓練 目標就是要從泰國獨立建國 那到了2004年 兩名佛教僧侶遇害後 泰國政府就展開大規模的鎮壓行動 感覺是為了報復 那強烈的宗教衝突下 溫和的佛教徒也產生了極端的行為 有的佛教僧侶會帶著槍支 隨時迎擊穆斯林的恐怖行動 也誕生了佛教的恐怖主義 就是他在睡覺的時候 旁邊帶著AK-4起來是手槍 因為他怕睡到一半被恐怖份子襲擊 那最近幾年泰國和緬甸都出現了佛教恐怖份子 所以在某種情況下 佛教徒可能也不是那麼的和平啊 那最後我們要介紹這一本書 《亂世的生存遊戲》 是由齊立峰教授所寫的 是遠足出版社出版的 那我們印象中的教授啊 就是一個戴眼鏡威嚴不苟言笑 牢牢的樣子 這樣子 像我以前上大學的時候 我們這個系上的老教授啊 就是蠻威嚴的 而且上課前還有齊立敬禮老師好 但其實看這一本書就知道 齊立峰教授是一個非常年輕的鄉民 我說年輕不只是外表還有他的內心 如果這個齊教授齊老師走到路上啊 你可能就覺得 欸這不就是一個皮地上的肥災嗎 這裡的肥災不是指外貌 齊教授和我一樣都是非常的苗條瘦的 這個肥災只是一種精神是一種稱讚 那這本書就是聊這個 古人面對亂世是如何生活或生存下去的 那主要是講三國到六朝這段時間的古人 我們印象中的六朝喔 是比較冷門的朝代 就是亂七八糟 皇帝很白痴 政權昏暗 那小人當道 社會很動盪 還有外患頻傳 那對於六朝文人來說呢 離職或是被離職都是很常見的 因為政權很動盪嘛 那能離職還算是不錯的 有的還被發佩邊疆 跑去治理這個虎黑之地 或是直接被砍頭 登出人山online的 那我們來聊聊 三國演義裡面的一個橋段 諸葛亮的三顧茅如 不要以為三顧茅如是野史喔 三顧茅如是在正史三國字裡面記載的 那這個小時候這個故事是必讀的 我們劉備大大實在太偉大了 竟然放下身段跑去拜訪諸葛亮 真是求財若可 但長到你覺得 覺得怪怪的 自己想想這個故事有點不合邏輯阿 諸葛亮他只是個菜鳥 沒有工作經驗 那如果是一個大咖 例如我在可可樂公司工作了30年 是個CEO 那今天百事可樂老闆 為了求我這個初三跳槽到他們那邊去 可能為三顧茅如請我還OK 但諸葛亮就是一個20幾歲的小朋友 老闆親自跑去荒郊野外請你 你覺得合理嗎 有點怪怪的 那這個三顧茅如這故事阿 出現在初詩表上面 初詩表是諸葛亮自己寫的 那會不會是諸葛亮自己自摧自己自台身價呢 所以我們得從別的資料來看 那不但三國志引述了初詩表 陳說在本傳中也有說到 劉備主動求見諸葛亮的故事 而且確實是拜訪了三次 這個三次一二三不是虛數的三 那現在網軍盛行阿 常常一件事情 親綠的媒體和親藍的媒體 爆出來的東西完全不一樣 那這種網軍橫行在以前也是一樣的 那三顧茅如這種大老闆求財若可 放下身段去尋找良財的佳話 算是一個一樁美事嘛 就會有人想要破壞 那劉備的敵人是誰呢?就是衛國嘛 衛國的官員詞學愛好者余幻大大 就是寫衛略那個人 就處心積慮的想要破壞這段佳話 余幻寫的部史書叫做衛略 那這本書對於研究三國歷史的幫助很大 不過這本書已經消失了 已經弄丟了 不過因為裴松茲的三國志著大量飲用 所以還留下很多精彩的篇幅 可以略知這本書的一二 那他裡面怎麼寫諸葛亮與劉備第一次相見呢? 可不是三顧茅如喔 三顧茅如太美化他覺得不好 而是他寫說劉備屯兵在凡城的時候阿 曹操鐵界準備南下 那諸葛亮知道荊州馬上就要不保了 那他又嫌這個當時的荊州老大劉表是個廢物 他打併曹操了 所以立刻下山去找劉備 不是劉備上山 而是諸葛亮下山來找劉備 那諸葛亮當時是個失業人士 又沒什麼時機 所以劉備當然不肯見他 那在一場宴會結束後 大家擅長之際 那諸葛亮留在這個宴會廳 他想說劉備會不會主動來搭上我 結果還是被劉備無視了 結果這時有位客人呢 送諸葛亮一個小禮物 就是牛尾製成的編織品 劉備本來對這種編織物就滿有興趣的 畢竟劉備的出身你知道的 對這個編織品比較有興趣 所以就在宴會地上玩得起來 在那邊玩那個編織品 這時諸葛亮終於看不下去了 跑去主動搭上劉備 靠北啊 我在那邊等這麼久 你不來搭上我 我在那邊玩這個 我看你是滿有大志的 那怎麼在那邊玩這個編織品呢 這就是諸葛亮與這個 劉備的第一次相見 那余幻的記載 跟諸葛亮自己的記載 是南原北側 如果在當時啊 諸葛亮跟余幻 如果知道對方這樣寫 可能會互相指責對方是假新聞 那裴崇之有注意到這一點 兩者史料寫的完全不同 那他也只有說很奇怪 沒有說他相信哪一邊 這個問題大概就是 你問你爸媽說 爸媽你們怎麼認識的啊 那爸爸會說你媽追我的啊 媽媽會打他一巴掌 明明就是你追我的 一定會先說對方先追我的 那其實這是一樣的道理 那其實我是滿喜歡這種書的 因為作者是這個 齊老師是中文系的教授 自然不會去採新鮮農場文 而且從第一首史料下手 有像是這個三國志啊 昭明文選 還有是說星語這一種 沒有白話文看不下去 但這個 齊教授想出來的故事 又非常有趣好玩 用鄉民的口吻 講出正確的事情 這其實是非常困難的 有的人知識頂域非常渾厚 內容講的東西都正確 但是你就讀不下去 就是很無聊 像是這些大教授啊 那上大課就會 想這個睡覺 那有的人就講得很好笑 但內容是這些農場文 還會故意搞這個 一些杜鑽歷史 因為 真正歷史沒有這麼好笑 那他為了好笑就是 亂講一通 那個就叫做 依所欲言 就不叫做歷史了 那YouTube上有沒有這種人呢 講正確歷史又非常好笑 嘖 我不說是誰了好不好 你們自己去這個猜測 那最後我們抽出五本這種 亂世生存遊戲 送給大家 只要留言就可以參加抽獎 那希望齊老師肉還能 再寫一些精彩的 這個書籍啦 那留言參加抽獎 我們公布在這個 YouTube的社群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